前列腺肥大用什么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洪亮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那么前列腺增生的药物治疗呢 目前来说呢 主要有三大类的药物 第一类的药物呢 因为前列腺增生呢 是跟雄激素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第一类药物呢 就是抑制雄激素 让雄激素呢 在这个前列腺上呢 不要发挥它的作用 来减缓前列腺的增生 甚至呢 使前列腺呢 体积缩小 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 是我们来改善这个病人的排尿 我们可以呢 通过这个 梳张前列腺表面的包膜 梳张它的平滑肌 来使它的前列腺部尿道呢 变得宽敞一些 来改善病人的排尿 那么第三大类药呢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植物之剂了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程药 那么这中药呢 也能够缓解一部分的前列腺增生 引起的症状 当然了 这个药物治疗 前列腺的这个症状呢 主要还是在这种中度 这种症状 那如果病人已经出现了 很明显的排尿困难了呢 那我们呢 还是建议病人呢 考虑及早的进行手术治疗 那么手术治疗呢 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 医疗容易的这个效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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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